朋友们好 我是悠悠 等一下抓鸽子啊 吓得没见过这事 拿个笼子进来就那么胆小 鸽子很胆小的 所以说不要吓唬它们 要是吓唬容易拉滤变的 有的小鸽子的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我害怕是毛地虫操了 看这一只 因为早两天照的时候也没有多大反应 这都是刚下窝的小鸽子 我这边都是连续下雨 这已经好几天了 有的小鸽子它就是毛地虫操了 我要给它喂那个甲小做 我用的是这种人用药 因为我鸽子少嘛 鸽子少 我就把这些小鸽子全部给它抓到这个笼子里面 回到我在一个一个的掰嘴位 喂一片分成四小片 喂四分之一片 连着喂三天就行了 现在我们来抓 先关灯 不关灯的话 你要是白天是吧 抓过来抓过去 以后它看到了会很害怕 最后一个 全部给它抓好了 哇哇哇哇哇 你干嘛 现在给它喂药 一起是十只小鸽子嘛 我们就拿四片药 要是多的也可以对水 先掰嘴喂麻烦 我这是少 一片给它分成四小片 每与鸽子 一天一次 连着喂三天是预防 五天是治疗 一定要记住 只要喂药 三天那就是一个预防 五天是治疗 掰的也不是特别的标准啊 没事的 我喂的这个是人用药啊 掰嘴喂其实也很方便的 也很快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麻烦啊 你看这样 这样给它夹着 然后一个人也是好操作的 一个吃好走 走吧 把手机碰倒了 去走那边走 这个腿往后拿 都出来了 先喂你 你别跑 你走 你走这边走 这个乖一点的 这个是小家伙 好走吧 大鸽子不行了 我去 大鸽子力道大 走吧 滚那边去 为什么抓到笼子里面 主要的就是怕胃重复了 你比如说瓦灰鸽子 它都是瓦灰鸽子 都一样 对吧 其实没事的时候要给鸽子多互动 到时候你抓它的时候它不怕 就是我的鸽子 我天天来到家里面喂食 它们还是很谨慎的 不像以前那些鸽子它都知道 以前那些鸽子都知道我给它玩 它们不怕 时间长了都会上手 这刚开始的小鸽子 有点紧张的 鸡鸡鸡 你还鸡鸡叫呢 其实21天后就可以喂了 我耽误了 耽误了 我刚才算错了 我掰了4片 4片分成4小片 就是16片 你看 多了 所以说我这个算数很差的 朋友们感觉我这样给鸽子做毛蒂虫方不方便 你就是哪怕有个二三尺羽 你就是有这个熏发笼抓在里面 一个一个的喂 也是很方便的 一个一个掰嘴喂 效果是最好的 你不要想着说腰刀病除 不可能呢 还要有一个缓冲期 你比如说这个鸽子 你已经确定它毛蒂虫超了 你喂5天 每天喂一次 你要是不确定的时候就是做个预防 就是3天就行了 少摇片一点点 是吧 一片分成了4小片 没关系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